好 主播帶來關心 今天凌晨4點多 藝人搜解凱以及王柏姐 在大岸區的KTV要來慶聲唱歌 結果卻與不同包廂的客人爆發衝突 那最新畫面曝光可以看到 當時搜解凱以及王柏姐 就在KTV外的走廊上 與對方大打出手 不過仔細看可以看到 有一名靈性男子是被打倒在地 那這名男子其實就是 搜解凱想要保護的朋友 而這名靈性男子的身分也被起底 原來他是已故藝人 小鬼黃童生的媚婿 當時小鬼媚婿是跟搜解凱 要一起來慶聲 結果因為以別人發生口角捉分 就被大打打到受傷 那目前這五個人 都被警方來帶回警局 不過其實稍早 警方也有公布密錄系畫面 可以看到警方到場的時候 進到包廂內 裡面還有兩名同行的女生朋友 他們兩人其實都感覺 受到滿大的驚嚇 不斷地在喊說不要再打架了 那後續警方也將涉案的人 通通帶到派出所 不過只是為何好好的唱歌 會發生這樣的打架捉分呢 根據警方調查 原來是這個小鬼的媚婿 當時在等電梯的時候 與其他包廂的客人爆發頭角 但對方就很不滿小鬼的媚婿 是到他們包廂把他拖出來毆打 後來修潔凱以及王伯傑看到 擔心會出事 也是趕緊要上來勸架 沒想到勸架不成自己卻捲入 這個全武行的糾紛 後續五個人是都被帶到警局 事後他們沒有要提告 不過警方還是依設違法來送辦 不過其實剛剛稍早的時候 修潔凱走出警局的時候 他也有感謝大家的關心 並且也強調他當下也不知道為何會被打 不過其實今天就是修潔凱的41歲生日 而他的太太賈靜雯其實稍早也有在IG上PO文說 他第一次搭紅眼班機 其實就是為了要趕回台灣來幫修潔凱慶生 沒想到要回台的第一件事 聽到的消息就是修潔凱受傷了 甚至還被送到警局被依設違法來送辦 那其實警方也有掌握到動手打修潔凱的這名成姓男子 其實成姓男子的背景其實不單純 他其實過去被起底可能是有黑幫背景 而且這名成姓男子過去還是統促黨的成員 之前在北檢也常常跟記者們發生了衝突 這回他也是被帶到警局來送辦 不過這名成姓男子他在筆度上是公稱 當下他是認識修潔凱這一方的 因此才會去找他要來理論 沒想到卻發生這樣的口角捉紛 不過其實修潔凱跟王伯姐到警局的時候 他有強調他其實是不認識這名成姓男子的 所以後續的詳細狀況 其實還有在警方來做進一步的調查 不過很帶到關心的是 其實修潔凱被打之後 他的左眼是有受傷的 至於王伯姐是全身擦錯傷 就連他的衣服也是沾油血漆的 那其實可以看到當時的監視器曝光之後 他們五個人就在包廂內走廊是不斷的拳打腳踢 其實倒在地上應該也是傷勢最為重的 就是小鬼的媚婿 也捲入這場糾紛當中 目前警方詳細的狀況都還在調查理清當中 目前知道的最新情形就是 修潔凱 王伯姐 以及小鬼的媚婿林姓男子 是被警方帶到警局 目前是沒有提告也是依設違法來送辦 那現在是現場為您掌握的最新狀況